五角大楼报告首次提到中国东风27导弹 这款从未被公之于众的导弹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为何说东风27的存在让美国人坐立难安 东风27对于中国的意义在哪 在2000年初的时候 美国五角大楼提出了一项名为 一小时打遍全球的计划 而这项计划与美国在当时搞得如火如荼的 高超音速武器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对手 每年五角大楼都会出具一份 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今年11月份的时候 五角大楼如约推出了在2021年的 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在这份报道中 中国的军事实力在20年时间里成指数增长 并且多款先进的武器装备被提到 而这份报告中首次透露出 中国火箭军的一种轻型弹道导弹 名为东风二七 而在美国屡屡搞不定高超音速武器的时候 东风二七或许真正实现了美军一小时打遍全球的目标 那么东风二七导弹又是什么来头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东风二七导弹都是陌生的 因为官方从未提及 而此次五角大楼的报告 也是首次将东风二七攻之于众 按照美军报告的说法 东风二七导弹射程达到5000到8000公里 是一款新型的中远程甚至是洲际导弹 从其命名上看 东风二七导弹似乎与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 东风一七 以及反舰弹道导弹东风二六 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外界猜测 东风二七可能并非单纯的弹道导弹 而是在东风二六的基础上 换装成波体滑翔弹头 换句话是 东风二七结合了这两种导弹的优点 东风一七是中国解放军第一款装备的高超音速导弹 射程在1700到2500公里之间 具备20马克飞行速度 依靠滑翔弹头 能实现大气层边缘变轨的能力 俗称太空打水漂 而正是因此 东风一七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能被拦截的导弹 而东风二六导弹则号称关岛快递 其射程达到4000公里 可直击美国第二岛链核心关岛军事基地 而且东风二六具备末端制导能力 可打击大型水面目标 能在海洋上摧毁航空母舰 因此也得名航母杀手 试想一下 这两种能力的结合 其威力得有多大 而且最远能达到8000公里的话 东风二七的确能达到洲际导弹的水平 这也是腿短的东风一七导弹无法达到的 而类似的导弹其实在此前并非没有 像俄罗斯公开的先锋导弹 便是一种高超音速洲际导弹 那么中国的东风二七 是不是像俄罗斯先锋那样的导弹呢 俄罗斯方面宣称 先锋导弹是全球首款高超音速洲际导弹 具备20马赫的飞行速度 射程在6000到11000公里左右 具备15分钟打击华盛顿的能力 可以轻易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不过俄罗斯人的宣传 更多是包含对美国的威慑 洲际导弹本身就具备高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先锋导弹区别于一般洲际导弹 无非就是换上了乘波体弹头 从而实现飞行过程中的机动 但洲际导弹用上乘波体这种设计 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 关键还是得看其控制能力上 去年12月份 一直保持神秘色彩的先锋导弹 突然在俄罗斯红星电视台中亮出真身 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先锋导弹弹体与白羊M等传统洲际导弹区别不大 依旧保留了整流罩 而不像东风17那样已经抛弃整流罩 这说明先锋导弹可能还做不到 东风17那样的太空打水漂 依旧是依靠自身在大气层内降低雷达探测频率来实现图防 然而此前美军在测试中 成功用萨德防御系统拦截速度达到27马赫的明冰3洲际导弹 说明美军的防御系统也是有一定能力拦截高超音速飞行物的 尤其考虑到洲际导弹打的距离越远 路上耗费时间越长 其末端被拦截的概率也就越大 只有像东风17这样的 在其中末端都完全无法预测其弹道的导弹 才会真正让美国人感到棘手 也就是说 吸收了东风17技术特点的东风27导弹 在水平上与俄罗斯先锋导弹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先锋导弹算是在传统导弹上的一个增益 而东风17乃至东风27则是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导弹 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 这一次东风27的曝光又是美国军方 而非中国官方 无者大楼的报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似乎是在说明中国已经进行了相关的试射试验 而美国人的卫星最终察觉到东风27的存在 考虑到东风17与东风27的关系 我们还能给出一种有意思的猜想 中国可能大概在数年前的时候便启动了东风27项目的相关研究 那时候东风17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而中国军事领域似乎有一个定律 敢给你看的都不是最先进的 于是在2019年阅兵式中 中国将东风17导弹正式亮相 东风17的公开被认为是一种并不寻常的举动 此前中国很少将刚出的新装备很快公开 结合东风27的例子来看 这么说东风17的公开会不会是在给东风27打个幌子 东风17的公开是不是为了掩盖东风27的存在 抱着这个想法 东风27的战略目的似乎又能得到进一步的推敲 在2019年阅兵式中 央视的解说明确表示 东风17是一款常规导弹 也就是说并不具备核打击能力 但是在今年9月份 朝鲜人民军试射了一枚酷似东风17的火星8导弹 并且暗示火星8具备核打击能力 这说明承波体弹头是具备搭载核弹头能力的 中国作为拥核大国 不可能没有相关的技术储备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东风27会不会与东风26一样 兼具核场打击能力呢 而具备核打击能力的东风27导弹 完全就能被称为战略武器了 另外 东风27导弹最远射程达到8000公里的话 而这个距离正好可以覆盖美国的下位移岛 也就是美国第三岛链的核心 这样一来 东风27导弹的战略意图就很明显了 东风17具备第一岛链突航的能力 东风26能威慑第二岛链 而美国本土又有东风41这样的战略和力量进行威慑 似乎中国东风家族一直就缺少一种 能针对美国第三岛链的目标 而东风27的存在正好能填补这个空白 甚至可以说东风27将会是解放军 针对美国战略覆盖的最后一块平图 可以说 如今中国要打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封锁 前提便是打破美国的三条岛链 中国目前已经在西太建立起反介入区域拒制能力 实现对第一岛链的反制 以及第二岛链的威慑 但美国的三条岛链又彼此互相呼应 如果中美之间爆发针对亚太区域战争 而非全面战争 那么解放军要获得稳定的胜利 能消灭第三岛链 美军力量成为必备因素 当然 中国要美国的斩断岛链 并不一定非得与美国兵戎相见 只要中国拥有足以威慑三条岛链的力量 并能打破现有的平衡 毅然让美国坐立不安 而压力之下 美国的军事力量自然会逐步撤离亚太 而这就是东风27导弹的意义所在 有专家预测 东风27可能将在2023年正式亮相 说明中国人所设想的未来已经很近了